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为油田的一员 我也坚定了让我的孩子成为采油工的信念 我想去大城市 离开油田 我长大以后想考古 这俩不是我亲生的 我都17了 还是拿鸡脏胆子追着我揍呢 我那点理想全都让你捏死在那摇篮里了 你再说一遍 救命啊 你又偷你爸眼角 我没有 窝仔给我刀 那你们说怎么没有专家来给他们大人上课 就啥年代了还铁饭网 小时 这日子没法过了 就是打烧了 必须露出点动静 还能不能够够 对 我们离家出 妹妹 这哪儿惹呢 现在这孩子胆也太大了 还敢结伴这家初总 我认为还沟通过 沟通个屁 你去那家前面给我站起来 别给我站不起来 他犯错我跟人说烦 有没有天理啊我不站 你再说一遍 你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吵架的家庭啊 你这不就僵活是吗 你这吹毛球死 你这 你怎么也不商量一下啊 我也没花你的钱 李大海 你见他就对不起我吗 他 他打死了 有来的我对不起你 没有 只有那不认识人才不上家 反正我跟你爸 我们俩人这辈子是不会离的啊 你们俩人这辈子别想分开 咱们这家庭结构就跟 就跟那后山一样 一百年不变 我们这群人从幼儿园就在一起了 之前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作文形容有情 我都说热气腾腾 老师说这是形容饭菜的 对啊 我们的友情就是大米饭 热气腾腾 我被你们俩害惨了 我长这么大也没考过零分 我考过 他啥猛样都下的 脑子不花一九算了 他个头也不长 小学三年级就考了 爸爸 我们考试出城去了 你肯定又是你班第一吧 你儿子做什么都对 我做什么都不对 偏心 我说 你们家说 你们要去香港了 外面世界这么大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还就是大嫂 你班 你干什么呀 再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学 来 咱校也没收过地方上的孩子 头发头发你不剪 校服校服你也不换 牙牙他们班上来更劲爆了 老师我不和他做同桌 袁勇他娃去牙牙班上吗 好家 大人犯了错 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我愿意和他做同桌 我叫程苗苗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可以找我 这都是我弟的 感觉两人关系 突飞猛进 你俩干嘛去了 我发现现在真是变了啊 以前有什么好东西都给我 现在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想帮你 你啊 考虑了全世界的想法 但就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李四的想法 太难了 以前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 那一年我妈17岁 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选择了私奔 闹得轰轰烈烈烈的 就差山崩地烈了吧 如果我妈没想到 我的17岁 依然无比想往外面的世界 你们要复生了吗 想都别想 放着油田的铁饭玩你不要 你是不是傻啊 男该调虽然不凶 但是太闭壮 没有油田的油田 都喝西北方的 我看你就是精力太旺盛 李四 你这个有一百个理想的人 告诉我 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你要是还有我不爱 所以就快18了 人罪有志 所有选择自己能较成权利 北京电影学院 我就要考这个 你们都别让他控制我了 这闹啥呀这是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不开心了 以前觉得自己还挺厉害 现在感觉 干啥都不行 你还是没想清楚 到底自己想干什么 那时候我爸为什么看不起我 不就因为我没理想的初心吗 那啥是有初心 你让孩子去上学 学的知识就是为了采油啊 那咱的表情也不光只是采油工啊 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命运 不要老是拿你那套 对于现在的生活 人要向前走 要进度 年轻人就得有这么雄心壮志 是不是 妈支持你 家长也会犯错吗 你要给他们一个犯错 如果还能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起分身越岭 开展新的领事 哪怕失败了 只要你念念不忘 它必有回想 鼓掌 好 好 那些遗憾的青春 终将成为过往 可是这春光 依然灿烂 心里的少年 我从未离开